我叫李李 出生在中国北京 我是一个画者 在小的时候画画的时候 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我临的很多 这个历代名家的大作的时候 有很多的物种 现在都已经没有在咱们国家上出现了 就是我画画的对象 可能以后也会不在了 所以我就萌生了这个想法 不想让我绘画的这个对象消失 就开始18岁建立了黑豹演奏防护战 北京这个物种算是排在全球的潜力 还有成群成群的野猪 还有成群成群的斑铃 它真的是在与新所心的在沟通 就是它会习惯我们的存在 我们会习惯它 它会能够接纳我们 就是我会慢慢地来静下来 来让它来读懂我 我们在这住了14年 那么老乡和我们之间的关系 就像亲人一样 很密切 很友好 那么在巡护的两趟的时候 会有一些老乡会主动来拦下你的车 跟你讲一些事情 比如说有一些倒裂的事情 或者有一些需要救助的事情 在我的人生中 就是想把最年轻的这个策略 来回报给这个自然 回报给大山 回报给这些野生动物 就会把最年轻的问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